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个人实力从死亡之组脱颖而出 可自己的两位好姐妹却被淘汰了 王心灵本来就是一个慢热的人 很难快速地交到朋友 刚来节目的时候她很孤单 总是一个人坐在角落里 她不知道该和谁说话 也没人主动和她说话 从选格到分组 从没有人找过她问过她的意见 两大队长宁静和纳英都是要驻王心灵走 根本没把她当回事 完全把王心灵当成了空气 原本王心灵也是不在乎的 她一直是很乖巧很佛系的女生 自己被当成小透明也无所谓 后来黄小蕾主动找王心灵聊天 王心灵也第一次坦白自己压力很大 黄小蕾和王心灵都在谈笑一声这一组 随着时间的推进 两个人逐渐成为了好朋友 王心灵也开始敞开心扉 与黄小蕾说了很多心里话 观众也很喜欢看王心灵和黄小蕾的互动 虽说王心灵很活系 但王心灵可并不笨 自己所在的谈笑一声 被队长纳英推出去第一个出战 而且明知对手有人气之王郑秀妍 纳英依旧选择让他们出战 那么意图就已经很明显了 要不是自己命运 恐怕离淘汰也不远了 自己被人当作了炮灰 如今节目里最好的两位姐妹也被淘汰了 就算王心灵脾气再好也忍不住会有想法 在采访的时候她很难过 表示如果有机会 还想和黄小蕾与吴莫仇继续组队 好不容易在节目里交到了好朋友 才刚相处没几天 就又要开始一个人继续孤独下去了 王心灵落寞的眼神令人心疼 都说不在沉默中爆发 就会在沉默中化掉 王心灵选择了爆发 根据节目规则从第三次舞台公演开始 剩余的姐姐将打乱顺序 重新组合分为几支小团队重新PK 王心灵被分到了宁静战队这一边 王心灵主动找到了同样不受重视的阿娇和阿萨 再加上张天爱和吴景岩 五个人组成了一支新的队伍 这支队伍的实力非常强 王心灵和Twin都是职业歌手 张天爱是这一季的门面担当 吴景岩的颜值也不错 同时也拥有一定的舞蹈功底 在第三次舞台公演中 王心灵的队伍获得了全场第一的好成绩 直接获得了三个晋级名额 对于这样的结果 纳英是没有想到的 他这才发现自己错得离谱 居然错把大腿当炮灰 王心灵明明是自己战队最强有力的一员 自己却把他当成了炮灰 此时才看清局是已经为时已晚 第三次舞台公演一共有三位姐姐被淘汰 分别是刘恋 黄毅 阿娅 其中后两位是纳英战队的成员 也就是说前三轮过后 宁静战队淘汰了赵英子和刘恋 纳英战队淘汰了吴莫仇 黄小蕾 黄义和阿娅 三轮过后纳英战队完败 其实傻眼的不只是纳英 宁静也傻眼了 他没想到王心灵这么强 早知道在第一轮组队的时候 就应该把王心灵抢过来 不过宁静是幸运的 此时的王心灵是自己这一边的 是将来击败对手的王牌 若不是把人逼急了 王心灵这么乖的性格 也不会自己挑大量当起了队长 不得不说王心灵很会选人 他第一选择就是吞子 因为他很清楚当年的吞子有多火 当年王心灵如日中天 吞子也是唯一可以和SHE对抗的组合 如果是在以前 王心灵和吞子组队这件事 简直是不敢想象 如今却成为了现实 他们仨只要往台上一站 就是满满的回忆沙 这样的组合对于观众的吸引力 是非常强的 拿下全场第一绝对是 手拿把掐紧在掌握之中 人要是不逼自己一把 永远不知道自己的极限在哪里 王心灵一直都是不争不抢的性格 自己被忽视也就算了 如今还把自己当炮灰 好不容易结交的朋友也被淘汰了 再这样下去被淘汰的就该是自己的 王心灵没有办法 只能联合同样不被重视的 推进一起反击了 既然没人重视咱们 那就用实力为自己证明 那别人后悔去吧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喜欢的点赞留言加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